好 大家好 我是杨姐 今天是3月15号了 这时候是傍晚时风 太阳已经吸垂了 阳光还是非常的好 风还是非常的大 在楼顶风吹过来 不是那么闷热的 大家看一下 我又来看我的三色景 在低温几天 它是非常的漂亮 给我撞了一大波的眼球 但是这几天 湖州的天气 最高的时候已经达到了30度 甚至应该有31度了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担心了 在这样的气温之下 要不要这样 我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去年一年的一个经验 去年到这时候 冬天的时候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我也很担心 我也跟我老公说 哎呀 要给我楼顶多了遮阳 要拿遮阳网 但是我去年这时候遮阳网已经 买回来了 那我老公说 没事 没事 他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我觉得应该是5月份的时候 他终于把我的遮阳网挂上去了 大家应该知道 去年是挂在我这一边 挂在这边 潮汐的这一边 就是这个台子这里 这个就架子这里 就挂了遮阳网 然后挂了几天 又不是很热 然后我又让我老公拉开 然后又没遮 然后几天又热了 我又让他遮上 他就很烦 他说 你到底遮还是不遮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其实去年的这样的心情 应该跟很多现在朋友们 一直问我 这样高温度达到30度 要不要这样 其实跟我去年的心情一样的 大家完全放心 不需要这样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样 我又跑停了 因为看到了 我受不了 我要说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弗兰克这个月片 那个消耗掉一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看一下 他底下爆头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也别消耗 你去把它弄掉的时候 要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底下长了一个头 这个已经复盆了 大家也知道 我种这一株是什么时间 应该复盆了 大家看 动不了了 就是说每一大复盆 不要去硬拽他 硬拽他也可以拽上来了 那刚才说了 再回到正题 刚才说了 湖州天气这时候已经达到了 30度 像今天已经 29度了 要不要这样 不要 大家不要着急 新手朋友们 你不要担心 因为这时候刚出春嘛 他温度虽然说30度 但是他还不是很热 特别像我这样楼顶突风比较好的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闷热 像我这样子 虽然这时候应该气温在27度左右 我在楼上 我穿了两件衣服 里面是 格子 格子裙 外面是一件 长袖的那个秋衫 但是 感觉还有一丝丝的凉衣 有的人说你中午怎么样 肯定也不是很热的 不需要 遮养 遮养 不需要遮养 遮养 我给你说 按我去年的经验 6月份 6月份开始遮养 而且 幀数不要买太密的 大概 我今年我准备买三针的 但是我还没买 所以说我只能 我也在看视频 也在看一些前辈的一些经验 那我决定是买三针 三针买完之后 如果后面海威乐 我们再加一重 就是三针 再挂一重 就是这样 或者说再买个五针的 把那个三针换掉 就是我又这样的打算 大家 觉得 怎么样 这时候不要担心 我一直跟你讲 就是说 初春的时候 就这样 3月4月5月 如果中间有超过30度的 也不要怕 嗯 这不会晒伤 像我这样多了 我经历了风吹日晒 但是这里我已经强调了 风吹日晒的多了 那有的人说 我刚种的啊 你中午时间 你放在31度 30度下面晒 那肯定会黏 你中午时间 一定要把它搬到遮阴的地方 这个不要问我啊 你刚种的 特别有些小苗 大苗可能还没事 但是去年我也买了一批 就是种十几盆大苗 也是在 呃 这个三四月这时候买回啦 那有些 呃 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 我自己又放在楼顶路呀 有发现 一两株啊 有叶平有晒 年了 但是也没有晒伤 也没有晒伤啊 然后慢慢的它 呃 然后春天会下雨嘛 春天就是它的这个多肉浮盆很快 比你冬天啊快多了 就是这个意思了啊 所以说大家啊 尽量的啊 给它录氧 那如果温度 一两天的温度 有超过三十度以上的 啊就是 或者说二十五度以上的嘛 你中午的时候 这些干种的多肉 你把它放在那个 呃 有遮阴的地方 就是阴凉的地方 或者一周之后再搬出来 你如果担心 一周之后一定要搬出来啊 进行那个露氧 因为春天 它们的护盆期很快的 如果你患在 呃 遮阴的地方 它容易土长 啊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大家啊 如果 相信杨姐啊 一定要记住 啊杨姐的话 如果你 不小心 多漏晒了 那也不能 啊怪杨姐啊 是不是 那 有的时候你可能 你的环境突分不够好 啊 如果 呃温度达到三十一度 三十度以上 很闷热 然后你突分 你看一下我这时候 在楼顶啊 真的是 风很大 非常大 因为它毕竟 靠着那个江边 大家知道那边江 你都 会看得见我这时候 视频看我那边就是江 都是 整天都是 风很大 其实我这时候多肉 昨天还下雨了 你大家看一下早上 我还拍的视频 我这个楼顶啊都是水 还是湿的 现在你看楼顶都干了 还有那些月季 我也要给它浇水 每一盆都是干透了 干透了啊 然后大家有说了 这个浇水用自来水行不行 我都是用自来水 你说哪有哪有那种 啊 涅晒的水 不可能的 现在浇花大部分呢 也都是用自来水 那 植物经过这个不断的这种锻炼 我觉得也行啊 所以说这些都不要担心啊 都不要担心 嗯 大家看一下 这么晒的啊 这么晒的 这个 这个桃花园啊 你看 越长越绿 我跟你说 我也不懂 啊 因为桃花园我也是 今年啊 干买的啊 干干种的 是不是 倒是 这个山女王 我感觉啊 有点 慢慢的聚拢了 包起来了啊 包起来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 这个叫 这个叫啊 呃 玫瑰夫了 啊 玫瑰夫了 是不是 我都在 楼顶路养啊 但是我的环境啊 熟悉 杨姐的视频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这个环境啊 是比较好的啊 相对来说 嗯 风非常的大 就通风非常的好 没有哪个人家里的啊 通风 就是说 啊 有我这样子的 如果有我这样子 你就 大胆的啊 这时候可以进行 啊 露养啊 进行露养到 呃 六月初的时候啊 五月份 五月底 五月底 我们还不要怕 五月底 如果假如说 有的脸缝 它可能比较热 那我们就是 在五月底 我们就给大家进行这样 其他的我觉得 应该是 没问题的 哪有说 五月的时候就三十 三十七三十八度了 我看很少这样的脸缝啊 是不是 有一两天有 但是多肉 它还是能够 经受得住这样的啊 呃 天气的 是不是 嗯 啊 我只能说 以我去年的经验啊 所以我今年 我不着急 我真的不着急啊 我真的不怕 我现在 这一天去年 昨天 应该都到了 呃 三十一度了 我都不担心 啊 我中午上来 不会了 我中午还在那里 中午太阳花啊 啊 没感觉 没感觉很了 我照样让他们 啊 这个露养 露养这样的时候 让他接受 阳光 雨露啊 他就会变得 越来越的 越坚强了 你所谓说 有些人为什么多肉 一拿出来 晒就晒练了 然后又赶紧搬进去 再拿出来 又晒练了 是不是 所以说 你要实际的 给他这个 锻炼 你才会 你的多肉才会坚强起来 就是这意思了啊 是不是 所以说也不要 怕啊 这个 这时候的一些阳光 我觉得这时候阳光 还是挺好的啊 还是挺好的 好 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花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